刚才我看了一下头条 头条上很多粉丝给我留言 问问题无话把门聊 回答一下 一般我这些问题全是这个 一般问我问题 全头条上聊 老多了 挑几个 大眼哥 你为什么直播不推广仰望优宝 挂小风车的链接 希望我卖国产最好车仰望优宝 安排 听懂没 马上就安排 这两天 必须链接我直播间挂阳望优宝 行不行 国产地表最强车 安排 第二个问题 那个 问你一个专业问题 这还专业问题 你看看 那个 开车的时候 长是这个 左脚是油门刹车 还是右脚油门刹车 我告诉你这是个黑粉 这种问题 我要是回答错了 他就得截图 说大眼哥不懂车 那么 那个 正确答案 一般人 这问题里边有两个圈套 我看出了 他说这个 是左脚油门刹车 还是右脚油门刹车 一般的来说 自动挡的 左脚是空着的 右脚既管油门 也管刹车 一个右脚就可以了 但是他说的是手动挡 手动挡 左脚是踩离合 右脚是管油门和刹车 同时你操作的时候 你要踩离合之前 你还得踩一下刹车 这个就得看你脚法了 听懂吗 这是黑粉 过来玩圈套 我稍微一回答错了 他啪 一截屏说 大眼哥不懂车 你看到没 肯定那样是的 又有问题了 说那个 你还要告这个 告那个的 人家都不是一个地点 你怎么告 你立不了案 你还得上当地去立案 无止 所有的立案 特别是这个名誉权 在网上都可以完成 就是 首先我要先起诉的是什么 是平台你知道吗 因为在平台他发出来的 他侮辱我了 无论是这个发作品 还是直播 这个时候起诉平台 不等于跟平台打关 这个平台也有一个免责 免责的条款 我起诉平台并不是起诉 而是沟通 平台为了免责 把这个真正说我的这个个体 这个媒体 自媒体 把他的所有的这个情况告诉我 姓名啊 电话啊 那个联谊方式 身份证号等等告诉我 告诉我之后 我可以直接起诉那个人 跟平台就没有关系了 听懂吗 跟这个平台就没有关我直接起诉他 在网上所有的程序在网上都可以立案 这个呢时间你就是可能是有点漫长啊 根本就不用去那个外地 这个屋里边一个手机 现在都是网上开庭了 就包括我跟特斯拉也是网上开庭啊 这个医生的时候 都可以搞定 听懂吗 啊对 没说完呢 他没说完呢 后边还有两句话 那个某某 某某啊 那个比你有钱啊 人家人家能请更好的律师团队 你打不赢 不是这明显就是这个汉奸卖国贼思想 宠阳媚外思想 人做任何事 一定要把正义放在第一位 而不是有钱 如果啊 那个美国强大 军事强大 也有钱 经济科技都强大 那他不是正义的 全世界的战争背后 都有美国的身影 啊 那为什么这帮人崇洋媚外崇拜美国 他都不分正邪了 他就认为那个人有钱 能请律师 你就能打赢吗 你首先这个案子得定性 听明白吗 我都不需要找律师 我也没有钱找律师 明映权这个啊 这个案件啊 就是 你骂没骂我 你心里没数吗 你长期这个直播节目污蔑我 你不知道吗 我迭视图证据 路平这铁正如山 你找啥律师 你再有钱 你也不好死 我就告诉你 听明白吗 哎 有钱 有钱就正确的啊 这种人就是一脸奴才像 咱们那个 咱们老祖宗怎么说的 贫贱不能宜 富贵不能赢 威武不能娶 是不是 说什么了 不是说你有钱你就牛 但是这帮崇洋媚外 这帮贵舔狗 这帮奴才 谁有钱 谁强大 谁好像就是正义的 不怕他 也坚决消灭你 听懂没 当年抗美援朝的时候 中国没有美国强大 那武器都差两个时代 空军都没有 海军没有 不咱俩打赢了吗 听懂没 正义是最重要的 美国刚多气少 咱们是 就是 咱们这个气势是永远不倒了 那么落后还跟他打着贫困 扯远的 总而言之 他请一百个律师团 他花一个亿 他也打不赢我 因为我有证据 铁证如伞 听懂没 而且我不需要请律师 我这一套轻车俗路 听懂没 后边还是啥问题啊 你要再买车买什么 肯定买防尘报 就不用解释 你要有一百万 你就不可能买什么比亚里了 你得买什么宝马保时捷 你瞎呀 我一五年就开成保时捷 啥也不是不懂 行了 不说了 先回答这几个问题吧 先回答